若对日本漫画有点熟悉的朋友应该多 直到伊藤润尔这位知名的恐怖漫画家 而富江则是众多作品中罪 知名且被翻拍成真人电影 今天的这位女主角仲村美宇就因出演了 片中的富江而开始有了最美女鬼的称号 仲村美宇14岁左右就出道 当时日本对于青少年18家内容的法规限制不如现在完善 他就以糖果系偶像在一半项偶像杂志 一半像18家杂志的糖果系杂志经常登场 在身份拍了许多18家作品也积攒了不少人气 但仲村的演艺事业并没有因此而顺遂 竟曾遭受到亲戚的软禁演艺事业将近五个月停摆 登上了日本的社会新闻版面 2011年重新复出的他接演 伊藤润二的电影富江一角 因为那勾人吆喝的眼神与演技 不少观众都称他为最美女鬼 但登上大荧幕不久后却宣布隐退 隐退期间还被人发现在名古风俗店工作 沉寂五年之久 2017年仲村宣布将临暗黑引起了一阵轩人大波 沉寂五年之久 感谢观看